音樂 我覺得清紅姐她就像是 上帝彩派在我身邊的天使一樣 她真的很好的活出了 神國兒女的形象 然後她很真誠 很熱情 然後很關心人 我覺得清紅姐是一個非常 貼心 大方 善解人意 其實我不覺得她是 很刻意想要傳福音給我 其實我們也是分享了 很多生活中的訊息 我覺得傳福音應該是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 Lifestyle 就是一個敬拜的生命 一個敬拜的生活 因為我在40歲受洗 信耶穌 上帝透過很多的方式 跟不同的朋友 來改變我的價值觀 我的生活習慣 還有和家人的關係 我就想說 哎呀 要是找信主多好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我那時候剛來到台北 我正面對陌生的環境 然後中秋節的時候 其實是很陌生與不安的 那時候剛好清紅姐 她就打了電話來說 要約我就是小聚一下 她就帶了柚子 月餅來看望我 其實心中是非常感動的 因為她很及時地來照顧到我的需要 我覺得因為對我來講 之前我們根本就是陌生人 可是她卻可以這麼無私地 一直關心你 持續關心你 都已經兩年多了 對 就讓我覺得說 哎 基督徒跟別的周圍 其他的朋友好像蠻不一樣的 所以我願意去多了解她 然後清紅姐也教我怎麼去禱告 我現在更多的是喜樂 平安 我覺得傳福音就是一個幫助人 一個關懷 你做起來是喜樂的 而且是沒有負擔 沒有壓力的 對 因為這不是一個被動性 是一個主動性 所以當你有愛 你才會主動去關懷人 所以這個愛源頭 就是從耶穌基督那邊來 所以我一直就說 一定要先親近主 過內在的生命 讓耶穌的話語來教導我們 改變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能夠去影響別人 所以在傳福音的時候 就變成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很感謝主 賜給我一個敏銳的靈 還有許多生活上的經驗 讓我也能夠知道 什麼樣的人他需要福音 他需要關懷 所以我現在的禱告 都是跟神說 求神在我年老法白的時候 賜給我健康的身體 讓我能夠在聖殿中 服侍神也服侍人